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工作就像是月光一样 它陪伴着在黑暗中行走的求助者 社会工作是宅即便 串联社会资源 到宅服务 社会工作是一个助人的专业 那相信社会工作其实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环境 进而让整个社会更好 借着协助跟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学习到很多的生活经验 他们因为你的一个介入跟协助 而获得的改变 其实这就是我在工作上 可以获得的一个快乐跟成就感 在你接收到民众一句 简单 诚挚感谢的话语之后 对社工来讲 那都是莫大的鼓励及支持 也因为现今的社会环境变现下 很多社会边缘的 若是家庭及若是族群 他们都是需要被帮助的 30年来 我无怨无悔 我热爱我的选择 对于社会工作这份坚持 我仍会持续下去 当你有困难时 别忘了 社会工作者永远与你同在 我以社会工作者为荣 主播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 刚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许多人从事这个社会福利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台中成为一个更加和谐的城市 而一个城市是否进步呢 从社会福利制度是否健全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社会局长 王秀燕 王局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聊大台中的社会福利制度 局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到这里来跟大家聊聊台中市的社会福利发展 局长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局的业务 跟民众是息息相关 不管是老的小的 妇女的身障朋友的 都需要社会福利资源 是不是可以请局长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 目前台中市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一个状况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的 或许你还会在想到自愿服务 其实自愿服务也是很大的一种 但是我们要先想想看就是 其实原来在县市还没有合并之前 那很多人都在讲说 为什么要合并 合并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可是我在最近 在很多的社区的那种宣导 或是跟我们长辈在互动 或是跟一些妇女朋友在互动 或是跟一些志工在互动 他觉得台中市的改变跟成长是 一直就是悄然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可以从一些统计的数据 跟预算的数据来做一下说明 其实我们从刚合并 也就是100年的时候 那时候预算是86亿 可是当我们今天经过三年的时候 我们走到103年的时候 它已经到114亿 可是这样的数据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就讲说这个预算 当它成长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新的福利措施 它已经有规划的 而且就是很有进度的它在进行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表 或许当你今天看到这个老人的这个成长是9点多 你会觉得说台中是不严重的 不太严重 因为你才9点多 人家全国是11啊 你才9点多 可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看的喔 因为其实我们在全球 人口它是呈现到进字塔形的 当今天到进字塔形的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经济人口变得比较少 可是我们依赖人口变得比较多的时候呢 你相关的福利 相关的服务 支持家庭一些措施就必须要出啦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表 其实合并三年来喔 我们老人的那个成长 1万7千多人 身上它成长了 大概就是也有成长到9千多人 那儿童虽然有成长 可是你看到你就开始有压力了 哎呀 小儿的成长确实是最慢的 那台中市虽然不是最慢的 但是你跟老人的成长来相较 你还是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点严重 少子化的这个问题在全球 在台湾在各县市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甚至有人讲说要把它提为是国安的一个政策 那台中市的生育率其实在我们 这所有图里面是第二名 那为什么会第二名 我等一下会再讲 其实它有很多的 福利是做的并不是只有花钱这件事情 好 那现在看完了这个基本数据 其实这个数据是拿来做什么的 其实它是拿来让我们来 配置资源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这个图表又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这几年来 其实各类的人口的预算喔 它是成长的喔 它真的是成长的 好 接下去就来看 你看完了这些数据呢 我们的资源配置到底要怎么配 先要做资源盘点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几类的人口 比如说我看到的在三线地区 东市 新市 和平 它是人口老化最严重11% 相较于这些比如说我们大理 可能外来人口比较多 它相较比较年轻 那你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你这边可能 老人的基本通通要有 你的儿少的你的家庭就要变多 你相较在三线的时候呢 你就把那个老人的资源放比较多 那一般的儿少的要有 当你盘点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比较少 你的预算就要放进去 那你还要再看 在地的 社区的资源到底够不够 不够你就要培植那个团体 建筑到这些资源里面来协助它 那你第二个就要看你的 互利人口群的一个配置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我发现中低收入户 在某一个区 它是比较高的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可能要有更多的那个光华具体 放在这里 那第三个 需求 你在偏向地区的需求 铁定跟我们都市区的那个 需求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 第四就讲到 我刚刚讲到培植跟传承 比如说我真的很想办那个 社区的光华具体不管 新移民 不管身心障碍者 不管老人 不管单亲的 可是我这边根本没有团体 我也没有专业团体我怎么办呢 那我到底要怎么去 把这个资源给 配置好 对 算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定 我的优先顺序 定我要落实的一个年度 好赶快把这些团体的资源给 培植好 把这些比如说 照顾也不够的地方赶快给他 就是补足 那其实 每做一项的社会福利的 这个资源配置 这个在考验每个县市政府 的一个执政者 考验每个县市政府的一个主管 考验每个县市政府的中间主管 跟他的承办人员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意识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当他没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按照这个 算术的那个平均原则 我就把它分给29区 那我把它分给29区的时候 你可能那种 差异性跟个别性 它就不会存在 那你做了很多 很多人都就认为说 我怎么都没有感觉 那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在配置资源 必须要去被注意到的 这些事项跟这些原则 透过这些人口数还有资源数 来进行这个资源的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社会局的 那个业务其实非常的多 是不是请局长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就儿少福利这一块 我们做哪些创新业务 我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件 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的儿童福利联盟 他们去调查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县市 最友善育儿的那个城市 台中市得到第2名 但是台中市得到第2名 其实他们很好奇 其实我们的财力跟我们的资源 相较于台北市市 比较没有那么的占到便宜 那后来他就发现 原来台中市除了气候啊地理啊交通啊 很好以外 原来我们社区的支持家庭的那个资源呢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友善的环境 那我举一些例子就是 在和平之后这几年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讲第一个叫做育儿支持的评价托育 这个服务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 市政府是被骂惭了 说你们市政府真的很坏 你来讲那个2.2K 你们要把人家巴姆打成 1.7K 1.4K 1.3K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推这个评价托育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统计数据里面发现就是 之前在很多的 县市他做了一个育儿补助的时候 他假设补助这个家长 比如说中央补助家长 那个不管你有没有就业 跟没有就业 你补助他2000块3000块 结果那个托育补助会的 巴姆的那个巴姆会 悄悄的又把它上涨了 结果家长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跟这些 保姆跟他们沟通 就说今天如果跟我们合作 变成我们的那个合作保姆 或是推营中心 那我们额外再给家长的部分 比如说他手的20%以下的 我们给他3000 额外给的喔 然后给那个 以上的一般家庭就给2000 但是保姆我们再给他一些奖励措施 不仅然是给他那个金钱 可是他是减少他支出的 比如说团体保险会 教育训练会 然后拖婴中心就给他设置设备 比如说小孩子的猝死 那种意外 频传 那我们给他那个 心脏的那个监视器 那这样对这个 这一个 说脱的人也有保障 那很多人也愿意给他 收脱 然后呢我们就请他在两年都不要占 我们去公布各区 最高的收位标准 请他不要占 但是 你如果在合作之前你收的钱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会请你降下来就是维持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受惠了 家长也受惠了 这样一半喔 就受惠的人数高达7000多人 我们就变成获得到全国 除了刚刚友善的托育环境以外 变成托育津贴 含告一律最高的城市 那我觉得这就是说 有心要做的话要经过沟通 座谈 其实对家长 对这些 投入这个育儿环境的人都是好的 那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 好一年年啊 你今天到我们的那个 护证事务所去 生小孩的自动就给你 1万块的补助 然后就给你一个资源手册 在那里有一个跨单位的 所有的服务措施 你就马上可以得到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 那时候去做那个 我们的那个 资源的分布的时候发现 这是一个你完全没有想到的 如果假设你不做资源盘点 你是不知道的 市区里面呢 退印中心有将近80家 原来现期的退印中心 是十几家而已 落差很大 对我们去找到 就是说你除了找合格拔母以外 假设今天福利人口 请最多的人 最多的区域 我们就去给他 设那个公社民营的 脱印中心 还有就是小孩最多的 还有脱印中心最少的 那我们在今年一直到明年呢 我们分别在太平 离你们这里最近嘛 在太平 我们在枫园 我们在沙路都已经分别设置了 山海豚都设置了 那市区里面 我们现在也找了一些区域 比如在西屯的区域 我们可能也 在近两年也要设了 就是从这里自己找出来 然后另外就是 托育资源中心 合并之后设了五个地点 可是设了之后呢 临近这个区域 他们要得到这个资源比较方便 不方便的 我们就跟民间合作 他提供我们 托育资源行为服务车 我们就到定点到社区 帮这些新手妈妈 做一些育儿指导 图书的借业 玩具的借业 这几年 办完之后成效其实是非常好 家长也很高兴 所以民间不断 就有同机会啊 私职会啊 越育间这个车辆给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一个效应 再来就是幼童的那个圣故 比如说我们在救血期间 小孩子可以加那个团体保险 可是呢 在那个应用而起是没有的 那将胜雇的话 我们就会给他2万块的那个 扶助金 那最近我们要跟 乌政事务所合作 未来在办那个户籍的 那个初籍的时候 就自动给他关怀卡 给他一些资源的服务 然后就顺备 也一道送给他们这个慰问金 然后另外就是爱的小红包 爱的小红包就是 我们过去去查出来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啊 他们的家长 夹不起剑靶会 可能在过年的时候 连压税前都不可能帮小孩子准备 我们就去号召所有的那个 慈安团体基金会跟志工 在过年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 一个一个把小红包送到家庭里面 然后他们如果发现 有些小朋友或是家长 需要再进一步协助 就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会请社工或是我们的志工 再继续继续做这些关怀 然后最后一个小副长的那个主动关怀计划 你一定不知道喔 那个台中市喔 18岁以下的小朋友或是儿童少年 在当副长的这个比例是 有多高800多个 那过去就是在市区里面 曾经发生有这种个案 就是小朋友当家长 后来就是发生一些 非常意外的事件 那我们就是串联民政局 教育局 社会局 还有副政单位 去做这个小屋长的主动关怀计划 当发现是小屋长当家长的话 主动麻烦他是不是找家长来当副长 如果还没有游学会成功的时候 我们主动把这个资料 建在我们的资料库主动去 把它删出来 如果是高风险高关怀 就会到教育跟我们设政单位 那如果涉及到儿童少保 或是新移民的 我们就分别把这个资源 引进到他们的家中 然后来把这个小屋长当 这个小屋长的这个主动关怀 就是带到所有的家户里面去 除了儿童少福利之外 其实现在讲求这个男女平等 所以说在妇女权益方面 也是相当重要 是不是也请局长这边跟我们讲一下 谈中市在妇女权益方面 有什么样的创新作为呢 在护理的部分 我大概就是分成一般 跟那个比较需要被协助的一些 弱势的那个妇女 那像我们一般在讲就是在单亲 其实我们成立很多的那个 单亲的这个中心 然后这个单亲中心呢 就会有专业的社工员 在那边提供协助 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 需要一开始有一些 房屋住进的补助 那过去还有一些单亲的那个妈妈 因为她去住房子 她的押金交不出来 那我们政府可以帮她带电 可是带电就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大家都因为带电嘛 未来她可能会还 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政府是带过啊 她真的会还吗 结果这一年两次事之后 当他们自立之后她钱真的有还 所以你会觉得台湾市的这些妇女 其实也是一些就是说非常善良的 然后另外我们会再讲到就是 新移民的图书馆 这个在全国可能是首创的 因为我觉得人家嫁到我们这边来 不经常就是说要人家放弃他们 母国的语言或是文化 也要让这些那个新移民 让他们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地方 可以介绍他们的图书 新的资源可以 新的资讯可以一直进来 也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儿子 在这边来使用这个资源 那我们是在全国里面所装这个图书馆 那就在我们的那个汉西 就在汉西里面 那另外我们也设了六个家 父女福利福利福利中心 只要一般的妇女想要得到一些 成长 学习 或是在那个亲子的这些相关的资源 都可以到这里来 还有特殊境遇家庭 比如说今天要受到家暴 或是意外 隔代教养 就是或是有些意外事故 要独立照顾这个小孩 或是因为刚好就是 重病等等的 那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些相关的那个 福利 包括额少的那个托育津贴 还有它的紧急生活辅助会 还有创业贷款等等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新移民的中心 那我们总共有四个喔 就是在合并之前的时候 我们会生加一个 市中心也有 然后我们的那个山海屯也各有一个 好 那我们光瓦巨田总共有13个 那这个也会回到刚刚讲的 资源盘点出来之后呢 如果新移民人口很多的 会列为我们优先设置的一个地点 除了说这个妇女权益之外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塑造友善环境 这个无障碍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都知道台中市很努力的 扩充这个富康巴士 甚至还引进这个低底盘公车 就是希望鼓励这个生障者 多走出户外跟人群来接触 所以请局长跟我们讲一下 台中市在这个塑造这个 无障碍环境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作为 那假设我这个图表先放着不要讲 我现在说 这个富康巴士它是有一个 非常让人家感动的 就是说我曾经有人叫 去把富康巴士捐车的这些人 去想想看他为什么想要捐车 就是他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想要出名吗 其实你用出名是有点 太容易去解释他了 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有228步 其实有四分之三 几乎都是民间的 因为你知道他们过去常常看到 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变成性障碍者 有些是现天 有些是后天 那今天如果他们没有去就医或是复健 其实他们身体的那个恢复状况 是比较慢的 然后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捐这个富康巴士 有些人捐成很习惯 就是有些企业他甚至都捐十几步 那他们无谓就是想把台中市建构 变成一个友善的城市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 然后另外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除了8公里免费以外 我们那个乘车对事情障碍者来讲 有1000块的免费 就是你智障你可能不过去搭富康巴士 你去搭那个低底盘的公车 低底盘的公车交通局现在三年之内 他也是想要让他倍速成长 就让他变成一个有这个无障碍的环境 那我们也有无障碍的那个监测小处 就是他们随时会到那个公共场所 假设有人讲说有哪些地方 他是没有无障碍设施 他们就会去做一些检测 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些改善 好 那在公园 公园假设有一些障碍 让我们身际障碍的朋友没有办法进去 他也是他那个检测的一个范围 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这一个无障碍以外 那我们在社区里面 成立很多的关怀据点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双老家庭的这个计划 双老家庭就是说当我今天 父母年纪比较大 我自己的小孩可能也很大 那我将来如果说不在了 我的小孩子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去建构社区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来支持他们 那另外大家都知道 肖大萎缩症跟健洞人 其实当他们今天 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的时候 他们需要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那我们就在全国之先 在我们德水园成立 健洞人跟肖大萎缩症之家 所有的设置设备跟专业能力 都完全符合他设置的一个标准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福利生活的方案也是最多的 在全国来讲是最多的 那我觉得这个理理总统 无论就是要让我们身心障碍者 跳脱那个去机构化这样子的一个迷思 其实他如果你社区的资源建构得好的话 我们身心障碍者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社区 享受这些跟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局长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于资源分配 耳少福利 妇女权益 还有身障福利方面的制度 其实台湾市政府在这个老人福利方面 也有不少规划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